在端午节的正午时刻 取得50水并加入总金额168元 或268元的银币和少许元吧 将其组费后冷却 这些发财水和银币放入宝特瓶 置于住家或办公室的财位 及大门斜对角的角落 这些地方长风聚气 有助于提升财运 今年的6月10日 农历5月初五 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端午节 这一天 不仅是阳气最旺的时刻 也是吸引好运和驱除梅运的绝佳机会 命理是杨登科特别分享了一些 在端午节进行的开运秘法 帮助大家提升运势 旺财昭贵 采取50水最强阳能量 端午节的正午11点至13点 被认为是阳气最强的时刻 这段时间取得的水 被称为50水或存阳水 杨登科表示 可以从泳泉瀑布 井水或家里的水龙头取得50水 并在阳光下曝晒30分钟 让水吸收强大的正阳能量 杨登科提到 他多年前取得的50水至今能保存良好 没有青苔或变质 这与一般水长期存放后 会变质的情况大不相同 命理是他的法师在画符咒时 如果将珠鲨与50水混合 其效果将会更加显著 2024年端午节开运望财法 供大家参考 1.发财水 在端午节的正午50克 取得50水并加入总金额 168元或268元的硬币和少许元巴 将其组费后冷却 这些发财水和硬币放入宝特瓶 至于住家或办公室的财位 及大门斜对角的角落 这些地方长风聚气 有助于提升财运 啊 财博新旺财 2024年财博新位于北方 可以在家中或办公室的南方放置发财水 财博新主管财运和投资收益 对于公司 工厂 店面的负责人 或者是股票 基金投资人 或者是需要业绩的从业人员 如售车 保险 不动产业者等 将吹柴转水的流水盆 加发财水放在这个方位 可以提升业绩 增进财源 此财运争通 三 吃粽子望文昌 端午节吃粽子 是一项古老的习俗 其中餐红枣的粽子称为枣种 寓意助孩子可以枣种状元 望文昌 金榜提名 杨登科建议在端午节吃枣种 增强血液运势 四 利鸡蛋求好运 在端午节的午时 11点至13点 吃着素鸡蛋 如果能在正午时将鸡蛋树立起来 就表示会有好运一整年 在住家或办公室的柴位树蛋 如果不清除柴位 可以在客厅中央或办公室的正中间树蛋 对于店铺老板 可以选择在柜台中间树蛋 以期下半年业绩愈来愈好 五 招桃花 在端午节正午时 喷一些花香的香水在卧室脊床上 可以增加异性源 提升桃花运 六 招贵人 在端午节的正午时 在客厅 神明厅及书房点燃檀香 可以增强名气 吸引贵人相助 总结来说 端午节的这些开运旺财方法 不仅仅是古老智慧的传承 更是现代人追求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希望大家在这个端午节 能够透过这些简单的方法 增强自己的运势 迎接更美好的未来 如今什么都可以线上 什么都可以云端 追剧有云观众 游戏有云玩家 那当然清明扫墓也可以云记住 由于近年新冠疫情的影响 政府也提到 欢迎收看Main News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清明节来了 回家扫墓是一直以来的传统习俗 许多人都会趁这个机会回到家乡 除了扫墓记住 也顺便看看许久未见的亲戚朋友 但越来越多年轻人北漂南漂 在外打拼 或许因为种种原因 清明节时无法回乡 又或者单纯因为然 不想回家扫墓 那该怎么办 要怎么做才能不扫墓记住 晚上又不会梦到 祖先气扑扑的来找你呢 命理尊家杨登科 遵写文章 提出三种解决方法 让我们一起来看吧 第一个便是提前记住 扫墓记住不一定要在清明节当天进行 端午节可以吃月饼 中秋节可以吃粽子 清明扫墓当然也可以提前进行 甚至可以想什么时候去 就什么时候去 但是 记得要尽量在下午三点以前完成 因为在天色逐渐昏暗时 扫墓不但更加危险 而且阴气也会越来越重 大家应该都不希望 清明记住 结果带了别人的祖先回家吧 那就得格外注意啰 第二个方式就是 请亲戚代为转达 如果由于忙碌 交通问题 或是染癌发作等原因 没办法回家扫墓 您可以请亲戚在拜拜的时候 替你转达心意 让你的祖先了解你的难处 不过如果整个家族一起染癌发作 导致没有任何一个人去扫墓的话 这个方法可能就不太适用了 最后一个就是划时代的科技派新做法 献上祭拜 毕竟我们不是原始人 我们有最新科技 我不跳啦 他们把我抬呢 我们不是原始人 我们有最新科技啊 如今什么都可以献上 什么都可以云端 追剧有云观众 游戏有云玩家 那当然清明扫墓也可以云记住 由于近年新冠疫情的影响 政府也提倡将清明节的扫墓祭祀程序线上化 不过 有许多人认为他们祖先们在九泉之下网路收讯不一定够好 因此还难接受这种现代化的方式 但是 民俗专家表示 只要在家中向祖先的牌位祭拜 跟祖先商量好就行 不过祖先有可能会叫你先烧个基地台 几台iPhone和WiFi数据机 以上就是清明节不扫墓的替代方案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 如果你也有什么妙招 欢迎留言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哦 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 在扣除零尾数后 红包金额应该要是双数结尾 例如 三千元虽然是偶数 但扣除零后是三结尾 因此不适合用来包红包 随着农历春节的临近 包红包成为了华人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习俗之一 红包不仅是对亲朋好友的一份心意 也蕴含着祝福和吉祥的意义 然而 红包的金额 对象以及包法都有着一定的行情和竞技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注意和遵守的 民俗专家杨登科分享了一些关于过年红包的行情 以及包红包的竞技 特别是红包数字的选择 需要特别留意以避免犯技 以下是一些红包金额的竞技和行情参考 红包金额竞技 一 尾数要双 在扣除零尾数后 红包金额应该要是双数结尾 例如 三千元虽然是偶数 但扣除零后是三结尾 因此不适合用来包红包 二 避开四的不好谐音 四应同死 在华人文化中被认为不吉利 因此在包红包时应避免使用 红包行情 一 长辈包给晚辈 通常金额落在600到3600之间 但也要考量到家庭成员间的年龄和协商一致 二 晚辈包给长辈 红包金额应逐年增加 或至少与去年金额持平 不宜缩水 晚辈包给父母或祖父母的红包 通常从6000元起步 三 交情浅的亲戚或朋友 根据双方的交情深浅来决定红包金额 200元也是可以接受的 主要是象征性的祝福 在这个春节 当我们准备红包时 不妨参考以上的建议和禁忌 以传递我们最真诚的祝福和心意 红包不仅是一种物质上的给予 更是一种情感上的交流 和祝福的传递 随着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 准备红包成为了我们共同的任务 在这个充满欢乐和祝福的节日里 让我们遵循传统习俗 用心准备每一个红包 不仅传递财富 更传递满满的爱和祝福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 Li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